同志们 美国竟然指责中国霸凌欺负他 你敢信吗 今天咱们得聊个大事 最近阿玛丽开始想尽各种办法 就想和咱们中国搞一搞关系 但是中国一直不接美国的电话 也不跟美国的军方沟通 这一下美国你真的就慌了 在昨天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 美国那是专门安排把最重要的人安排到了一号VIP这桌 美国的防长黑德格那是赶快借此机会跟中国防长握了个手 寒暄了几句 又是点头又是哈腰 但是仅此而已了 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跟中国军方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呢 因为在军事层面 现在的美国和以前那是完全不同了 二十年前的美军那是脚踢南山敬老院是全达北海幼儿园 到处耀武扬威 但是今天的美军那真的是皇帝的新衣了 他是真害怕中国战略误判 一旦擦枪走火 真的给老美哐哐揍下来点什么 那就相当于给他扒了个逛屁流子 阿玛丽看那个老脸往哪放啊 说白了 今天从实力跟地位出发 中国在近海两千公里有着绝对的实力敢吊打阿玛丽卡 这就是美国人着急的核心原因 在这次香格里拉峰会之前 美国就通过各种媒体放软化硬化 目的就想和中国建立沟通 但是别忘了 2018年的9月份 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李尚福上将 被美国国务院列入了制裁清单 而今天李尚福已经是中国的国防部长了 你还制裁我 现在还想来求我 跟你握个手 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 知道吗 就这 黑大戈主动跟李尚福握手的画面 让一众阿玛丽卡家的小狗都破防了 为什么呢 大家直接看画面 当初小本子对着阿玛丽卡直接就鞠躬 小西巴是对着小本子鞠躬 那叫一个温顺而绿哈姆头子那是全方位的下跪 磕头那是磕的一个比一个响 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贱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现在的美国让很多美吹都看不懂了 今天美国的黑的个就说了 我们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和对抗 但是我们不会在七零跟胁迫面前退缩 哎哎哎 等会儿等会儿 美国竟然说被中国七零核威胁 好家伙 美帝你得智愣起来 知道吗 那为什么黑大哥那么说呢 因为最近美军是连续吃了一连串的憋 5月26号 美军的RC-135侦察机在中国的南海上空侦察 结果直接遭到了解放军歼-16的驱离 当时歼-16从RC-135前面高速掠过 从美军放出的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RC-135直接被歼-16 湍流搞的是上下颠簸 美军士兵都傻了 属于是让解放军起脸输出了 当时RC-135直接被歼-16 湍流搞了个上下颠簸 感受了一把高空车阵 美军士兵都傻眼了 属于是让解放军起脸输出了一波 哎呀 现在大漂亮是真拉呀 4月份刚让毛子喷了一脸油 这次又让解放军搞得在机舱里面车针 之后美军毫不意外指责中国解放军 对美国的侦察机进行了不专业的拦截 和不必要的侵略性行动 漂亮弟弟 你都跑到我们家门口子来了 还指责我们侵略了是吗 这还没完事了 6月3号又一条消息出来了 中国的军舰近距离截停了美军的驱逐舰 最近的距离不足150码 美军是乖乖减速并且改变了航线 而当时美军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弟 加拿大的一艘破船 解放军整个动作让加拿大在后面看了个满眼 这招就叫做打主人给狗看 解放军用过不止一次了 当时给后面加拿大军舰都看啥了 美国的中云号驱逐舰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在靠近台湾海峡的时候 中国军舰以相当快的速度从美国军舰前面直接横切了过去 当时解放军的警告非常的直接 如果不改变航线我就直接创死你 结果美军一边喊着 请中国军舰远离我们 一边被迫减速并且改变了航线 当时加拿大的护卫舰在后面跟着看了个满眼 亲眼目睹了美国爸爸被解放军胖揍 主人被揍了 狗在那都撒了 大家这回明白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防长在中国防长面前如此谦卑的重要原因 美国人他只看得懂实力啊 说实在的就美军的破船 大家就看这照片 那个秀技斑斑的样子还好意思拿出来要武扬威 丢人哪 太丢人了 本来想出来刷一下存在感 结果脸没露 屁股露出来了 这事在外网上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而最核心的讨论是外国网友突然发现 美军的军舰都太破旧了 西方的海军已经被中国远远的甩在身后了 直接对抗根本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美军就是皇帝的新装 美国欺负欺负幼儿园的小国还行 但是碰到中国 对不起算你倒霉 打的就是你 至于后面的加拿大啊 根本就不用在意啊 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当时台湾海峡周边出了这么大的事 吓坏了阿玛利卡 而另一边 新加坡正在召开香格里拉峰会 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 其实是美国人在后面主导的 用来推动美国想要推进的议题 而中国去年和今年都是防长直接参加 正面发出我们的声音 反击西方的胡说八道 美国方面特别想跟中国搞一次防长的正式会晤 但是被中国直接拒绝了 而美国想了好多的招数 就想迫使我们跟美国人会谈 首先就是刚才说的侦察机事件 然后是美国军舰事件 除此之外 美国军方跟外事部门都在炒作中国拒绝美国会晤的话题 然而除了美国以外 之前跟美国屁股后面蹦蹈的那些小国 向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澳大利亚的代表专门跟中国防长进行了会晤 双方握手拍照 估计美国黑的个又吃酸葡萄了 而菲律宾方面也放软化了 因为中国的强硬 菲律宾的渔民已经不能进入九段线内打鱼了 拖船也开到仁爱礁了 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 迟早也得接受面对现实 咱们的军方连续两年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峰会 每次都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目的就是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直接对着美国一通怼就完事了 李尚夫部长在演讲上直接就质问 美国总喜欢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 请问是什么规则 谁制定的 李尚夫直接就指出 有的国家对所谓的规则是合则用 不合则弃 搞例外主义 双重标准 维护的是他自己的利益 当时直接把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裤杂给他 霸下来了 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李尚夫直接就说了 管好你自己的军舰飞机吧 说计不说吧 健康你我他 这意思非常的明确了 你不管 我就替你管 我们开头警告已经说的够多了 现在解放军明显升级了 直接就让阿玛利卡明白明白什么叫干就完了 所以美国指责中国什么不专业的拦截 以后你习惯就好了 第一次都挺疼的 美国喜欢自由航行 咱们也给他来个自由航行 现在中国的军舰没事就绕日本转圈板 而且每天都会去台湾的东部 甚至直接奔夏威夷的方向就去了 美国害怕不害怕 咱不知道 反正小本子小西把绿哈蒙 那都吓得拉了尿了 尤其是绿哈蒙头子那边 因为咱们国防部长说的非常的明确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任何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是危险的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的迟疑 不畏惧任何的对手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现在美国已经充分的感受到了解放军的热情 这次让你在天上撤阵 下次直接让你在天上给你比火化了 这次从你航线前面切过去 下次来了直接创死你就完事了 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美军就是皇帝的新装 美国才是真正着急的那个人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再次败给解放军的事实 不服你就来碰碰呗 但是每一次中国的较真 美国马上就会表现出理性和克制 然后开始喊 哎呀 中国又霸凌我了 又欺负我了 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 他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也从来没有如此的懂礼貌 所以美国人应该清楚自己到底是吃几碗干饭的 别没事就往中国周边来刷存在感 只要踩了红线 来一次揍你一次就直接完事了 好了 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了 别忘了给雷哥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